這就是一個了解日本時代 日本人來台灣出頭進行的聲浪 非常的貴 這個就是他們來的一些意象 而且這本相簿的一個日本人來 台南拍子 捐給我們的 以前我小時候照顧的是那個四方巷 對 所以他來整個台灣近代的觀光旅遊 是在那邊開始有這種集體觀光旅遊 台灣近代的團隊的觀光旅遊 是從日本時代開始的 有些日本人就會覺得說 他們喜歡台灣的這種帆船、水流、農村的意象 那時候日本人很喜歡台灣帆船、水流、頂頂的農村意象 這最後一天 老師沒有簽 他還會文化化 像說他喝的酒 酒標 他就給他倒進去 他一整本 他上面的那些搓倉 我們就把它集合起來 放在後面的每一個車站的搓倉 然後那個 進香館 開始有這種觀光的旅遊 就是那個行程 那怎樣進香館 有有有 他們那時候 鐵道他們都在那邊 勘登在那個 台灣的新貿 他就說 當時要去北港進香 行程怎麼安排 來報名 其實都有那個 一點點像財團 他們商業的 還有你看他以前的那個 遊行很好 做燈火 嗯 連米老鼠 文創品 文創品 這個 紅萊桃 結合了七七日本的祭法 台灣的元素 這個祭法 對 這一個就是 他滿喜歡台灣的那個祭法 結合台灣的那個金工 對 那贏的喔 贏的 贏的 這一個是當時 1940年台灣那個國朗會的時候 台灣總部 特別要送個貴賓 還有這個族邊的那個 這一定這些都是 你不然 台灣之後 也非常喜歡 原住民的元素的東西 所以當時 他們就開始去鼓勵 設置一些公益所 讓原住民開始去生產這一些資料 那請說 翻布啦 翻刀啦 煙斗啦 還有這個 他們叫土瓶 還有這個 七七 這是比較像文創品的東西 啊 那個 就是把那個 邵族的那個 楚歌 然後做成鉛筆盒 努力的開發成香蕉牛奶糖啊 香蕉乾啊 還有像這個 麻豆的文彈 就是他們就變成 是貢獻給那個天皇的那些 貢餅 那大家就會按圖書記來買這一些 呃 台灣的 有名的這些 寧果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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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香蕉牛奶糖 一直都是 排行榜 就是 日本時代已經是去參賽 啊 參賽得獎 不要一直留下來的 啊 所以這一季其實很多就是 就是從湖到金 啊一直還留在我們現在社會的這些 這些 公民的伴手禮啊 就是 鳳梨高 鳳梨啊 還有 每一支 都 都是 這個 萬華車站 啊 在板橋林家的板橋站 那個結合很多地方的設施 都會發現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標準的 就 你要看圖 這個結合 跟後製 這個 可以看 對 看